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熟悉的背景 對 這是教日文界的扛把子 Tiffany 的背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珠 我是 Tiffany 我是經營的頻道叫做 講日文的台灣女生 然後我叫做 Tiffany 那我的頻道呢 主要是在介紹實用有趣的日文 我從很久以前就來看 Tiffany 的影片 從 Tiffany 第一支影片的時候就來看了 講很多就是日文的教學 而且是用很平易進的方式 也是很清楚的說明 所以這次有合作機會 我真的覺得超級榮幸 我人生第一次體驗被業配 去年的九月到今年的九月 用就是學校的交換留學的方式 去日本體驗了一年的學生生活 那我目前是定居台灣 然後一邊做口譯的工作 一邊做YouTube這樣 因為 Tiffany 她有在日本留學的經驗嘛 那我就想說 可能可以給觀眾一些建議跟看法 然後我自己也可以總體本體身上學到很多 所以今天就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我當初其實就是想要去美國的 喔 是喔 對 很多人會覺得說日文系為什麼不去日本 那我一開始其實是覺得說 因為還沒有決定要做什麼 然後我也很喜歡英文 然後本來就是很喜歡語言 所以就覺得說如果有日文 然後又有英文兩個語言能力的話 其實會是還不錯 然後歐美又是一個 我一直很 覺得因為很遠 所以很像一個平行宇宙的感覺 所以一直想要去看看 有順地考上 那是因為 兩邊的校房那時候協調的問題 然後他就是說 那可能這次去美國的計畫就沒有辦法成 但是因為你已經通過考試了 所以這不是你的錯 那我們現在呢有兩位學生放棄了他們的名額 一個是法國的學生 一個是日本的學生 你要去哪裡 那時候就覺得說 天啊 我是日文系 然後全世界只有兩個人放棄名額 然後一個是日本 然後就覺得說 有一種命運的召喚 明明中有注定 對 所以我就去了 現在跟大家差不多就是 日本人很有禮貌 然後日本的街道很乾淨 那日本人的工作態度很好 大部分都是很理想 很夢幻的國度這樣子 我剛才也是腦袋就浮現這幾個 那因為有一開始有這樣子的理想 當然實際上生活可能會感受到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層面嘛 那你覺得說到日本之後 你覺得有哪些跟你想像中不一樣 還是很特別的地方是什麼 像我就是從小看很多日劇長大 然後就會覺得說 把那個日劇那個世界直接套在 這就是這個國家的樣子 其實會是太片面的 就是大家如果覺得就是 台灣就是台灣的偶像劇演出來的那樣 應該也是大家會覺得說 滿不認同的吧 對沒有每個地方都有到民視 對 然後像是我如果走在澀谷的街道 會看到有一些就是 隔天宿罪的呕吐物 然後也有很多人他們是 譬如說不是那麼遵守 大家都會遵守的規定 但是我其實沒有因此對日本失望 就是我只是理解到說 這個國家也是一個真正存在的國家 它並不是一個 就是像迪士尼一樣 是夢的王國這樣 一開始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我必須要 符合 我想像中的日本人的樣子 就譬如說 我會覺得說 日本人不喜歡 問人家很多隱私啊 那我就不要問 那日本人不喜歡 講話講得很直接啊 其實這些都還好 但是我最常那個 真正壓抑到自己的事 我對很多社會議題 有自己的想法 那我也很希望可以有 就是討論 那我會覺得說 日本人他們不喜歡 討論這種東西 那我就壓抑自己 不要去討論 那我會覺得說 這樣子 我很重視的核心價值 沒有辦法去跟對方 就是共享的時候 會覺得我很難跟他有 更深入的交流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很長一段時間 在日本的時候 跟我的身邊的人的交流 都很片面 嗯 那其實這樣 其實讓我很不快樂 我後來染金髮 就是太跳脫 日本人平均的 很像被解放了 對 因為其實對日本人來說 我不是說每個人都是這樣 只是他們的價值觀 會染金髮 就有點像是不良 對 所以就是我一直都很遵守 他們所謂的價值觀 但是當我已經做了一個 就是最很明顯的 不符合他們價值觀的事情之後 我整個人就 open 我就開始覺得說 啊我就是沒有想要跟你們一樣 然後我就開始比較做自己 然後我想講什麼 就再一步傷害到其他人的前提下 其實反而這樣之後 就是很多 我的朋友 也就是跟我反而是真的要好起來 而且我也開始看得到他們 就其實不是所有日本人 都是我想像中的樣子 他們其實很多人都是有自己的個性 然後有自己的就是想做的事情 然後他們其實也過得很自由 是我一開始就是太 就是那個 先入為主太重了 我也有一段這樣子的時期 可是 我那個時候是比較像是我去買一些 日本的女性雜誌 那日本女性雜誌就會去教你說 你要怎麼樣穿可以討男生的喜歡 對 你會感覺到他們的雜誌 都在教你一個女性 應該要是這樣子的一個模型 有以前的日記叫做 東京女子圖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它裡面就會說 一定要在惠比壽的一家高級餐廳吃過飯 才算是成功了30歲的女性 那我那個時候看的時候 剛去日本是心中的 啊我一定要達成這些目標 可是我後來發現 我還是和文當兩個人去吃 不用很貴便宜的東西 就是對我來說 那個才是幸福 然後就發現說 其實沒有必要去追逐那個 日本人想要的那個理想的樣子 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要在一開始就先決定好 你這一趟的留學 你最主要想要的收穫是什麼 其實你有很多時候 你會必須要面對這些取捨 還有你的時間要怎麼去運用 還有就是你 知道你的目的之後 你就不太會去羨慕 同時期跟你在留學 跟你一樣在留學 但是他譬如說去很多地方玩 然後我沒有去 我那時候一開始會覺得很難過 但是後來我知道我的目的是說 我是想要學日文 那他的目的可能是想要旅行 我們目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的方法不一樣 那我就不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過得比他差 嗯 對 就心情就會好很多 嗯 我當初做Youtuber的動機 其實是滿幾個理由綜合在一起 嗯 所以現在台灣有很多人在學日文 所以我的朋友圈裡面 也有非常多人 他們不是本科生 但是有可能有在上日文課 嗯 然後他們就會有很多的問題 然後他們就會來問我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 大家問的問題 有一些重疊 然後也跟當初過去的 我是重疊的 那我就會覺得說 我從不懂到懂 其實我是 很多的文法 都是有經過一個 毛色盾開的時間 我就覺得說 如果我可以把那個通的那個瞬間 拍成影片跟大家分享的話 可能會可以有一點幫助到大家 嗯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之前有一陣子 在廣島大學留學10天 那算短期留學 那陣子因為很閒 所以我就拍了很多 就是跟我另外一個 一起去的朋友 拍了很多就是 玩鬧性質的試吃冰淇淋的影片 把這個影片就完全沒有剪接的 放到我自己的Facebook的帳號上面 然後就有一些我的朋友 就來留言說 欸很好笑啊 我就覺得 又透過影片 跟大家互動 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而且我本來也就是一個 話很多的人 所以就綜合這些因素來講 我就會覺得說 YouTuber是一個我喜歡做的事情 應該是陪伴吧 我會覺得 我能夠給大家的東西真的不多 講日文也常常講錯 但是我會覺得說 大家可能學日文 你可能是正在上班族 你可能是在上班的時候 利用下班的空閒學日文 那你可能是 非日文本科系的學生 然後利用自己的課語時間 學日文 那大家學日文其實都是 有一個自己喜歡的東西 去學這個語言 但是你不一定找得到你的夥伴 那我會覺得說 當你很需要一個夥伴 很需要有一個人來告訴你說 其實你並不是一個人 然後也有很多人 也有我在這裡 也是學日文 也是遇到了這樣子的問題 那你想不通這個問題不是你笨 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想要以一個不專業的立場 站在這裡 讓大家知道說 學日文就是這麼難 但是有你有我 我們可以一起努力 還有我 真的 Youtube這個平台 把大家連結在一起 你剛才講那個陪伴 我也覺得很心有氣息 也聽得很感動 人間無論如何悲傷 每個人都很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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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起雞皮疙瘩 我會覺得 人 漸漸過了一個年紀 就不再天真浪漫之後 我們都會有一些 就是真的是過不去的悲傷 就是它是一直留在你的體內 然後你也就覺得說 你可能這一輩子就是 沒有辦法跟這個悲傷 就是真的做割捨 不要覺得說只有自己是這樣 你要覺得說 其實你現在看起來 每一個看起來很開朗很開心的人 其實他們心裡都還是 帶著一些他們自己的就是 連累在過生活 所以當然就是 多吃一點 感受那個好吃 感受那個開心 然後把它忘記 這個影片結尾我要給大家看 我剛才去Tiffany的房間看到 讓我非常有感覺的東西 就是這個 你看 這是三家之久的那個 我才剛分享過耶 你有看到我這個影片嗎 我有PO很多就是我有生涯之久的收藏 你看這是Happy Birthday 原來Tiffany也是同道中人 對啊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那大家不要忘記去看Tiffany的頻道 看我們的合作影片 還有訂閱Tiffany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掰掰